一共有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年紀應該都是偏大了吧 也有一百年 這邊生的也是有四十幾個 一小時 每年年初就是會公告 就是說我們大概就是什麼時候的時間 也會就是請里長 因為剛剛那個阿姨她就是在我們 甘馬店那邊 所以她也會幫我們就是說 讓這邊年紀 對對對 一個牙齒痛 然後感冒 然後一些像是皮膚過敏 因為這邊是山上 所以有時候就很容易像有一些粉塵 微塵蚊蟲 就是容易像說叮咬 因為這邊我們就等於是一個小型的 就是醫療的部分 對對對 所以像他們如果說小病什麼 就是可以方便來這邊救醫這樣 很棒的服務 讓他們可以不用出去那麼遠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收看市政三分鐘 我是林怡婷 偏向醫療相對不足 台南市政府提供醫療巡迴 及口腔巡迴服務 滿足偏鄉及山區民眾的日常醫療需求 南華區關山裡 位於深山內 從南華市區出發前往 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車程 而李明大多為年紀較大的長者 若有一些小病痛下山就醫極為不便 首先有將每個月的醫療巡迴服務 讓李明在家附近就能就醫相當方便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衛生局長怎麼說吧 各位視頻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衛生局長徐玲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衛生局 跟衛生所合作的這個巡迴醫療 我們台南市的面積有2193平方公里 我們人口有188萬人 可以看到如這個行政區 其實我們算是一個都會區跟鄉村區 都並行的一個特殊的一個市區 雖然我們37區也都有衛生所 雖然我們這些大部分的區 也都有一些中大型的醫院 可是我們還是很多偏遠的地方 居民雖然有衛生所 可是他還是到衛生所還是有點距離 加上我們年長者或許也行動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特地跟衛生所合辦這個巡迴醫療 在去年我們已經辦了274場 總共服務了2600多人次 那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巡迴醫療 幫他們看了一些基礎的疾病 甚至找一些需要轉診到衛生所 甚至到醫院去的一個病患 服務我們的鄉民 也減少這個醫療資源的不平衡 一個純箱的差距 那也希望我們這樣的政策 能夠繼續推廣下去 除了這個巡迴醫療以外 我們更做行動醫院 整個區都有 我們都覆蓋到 我們在今年已經服務3萬人次 這個是又比醫療更早 我們是把大家的健康 這些癌症的 這些三高的把它挑選出來 讓他能夠從事健康的行為 那甚至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會輔導他就醫 那是為了台南市民的健康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五月五日中間台南電腦新聞 看天吃飯的市民 在頂一泊的行流 特別是七國 陽西的三百市已經順利參眾 經過起床資料 這禮拜八河九河兩天 還有一泊強烈的行流 也有市民歡樂到 所以趁現在溫度回升 再來更強風寒 並且注意這泊天氣的變化 一般三百市可以動到十多個溫 不過頂一泊的行流 因為起床冷太久 所以魚也是動不了冰島 沒有七個市民 順序三聲到七聲不定 上洞叮噹 你聽到八十個行流要來 而且起床有車 更高更高 所以七個和阿南區 用些市民 都談到第一次的回溫 加強風寒 準備將魚先刮到 比較像風的地方 以往的經驗都是把 會把它趕到過冬溝 然後我們那邊會 遮一個一片網子 它會比較像風 這次因為就是 就是它只是大概 因為它抱大概十度而已 一般市木雨大概十度以下 才會死掉 沒想到它這次會冷太久了 所以它還是受不了 它還是死掉 如果到時候都 每天都要吃飯 再過來幾天 因為寒海又要來 氣氛又要作強 所以我就特別緊張 也是要加強一些防護措施 看天吃飯的市民 雖然漆漆都做經驗 只要寒流一定是做好準備 不過如果我們都一直冷下去 它也相當不來 街道中外都很悄悄 也沒有損失的越來越大 同時 但向政府 申請航海補助 多嚴密 我們的新聞官及何曹邦 才會恐怖的 最近一泡一泡的寒流來時 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 第二次 動物保護處也要提醒 全部主人要提醒 收集的鳥犬保暖 因為一旦沒有生前幾天 被檢查到 將除以三千到一萬五千塊不定的貨金 既然有一泡一泡南下 去上郊五湖 在北河高河上岸 幾分大概只有七度到十度 剛才要注意保暖 體貼的頂目主人 也要隨時注意 出來鳥犬敢不怕岸 等身體變化 特別如果有刺激 付冬的膏子 竟是一定要注意 要不依照動物保護法 保暖也是列為主人的節輪 一旦沒有盡到節輪 被檢查到 和今天如果沒有改善 相關將出一萬五千塊的貨幅 動保法有規定的四組責任之中 就是保暖也是其中一項 所以最近天氣 有幾天就是非常的冷 希望各位四組 就是記得幫家中的寵物做好保暖 對然後如果 如果沒有保暖接獲檢舉的話 我們動檢員會實地去查看看 是不是真的沒有做到 那隻狗需要的保暖措施 如果真的有造成那些狗 一些比較生理上的不適的話 我們有可能會有三千到一萬元的罰還 這樣 面對這行動物保護規定 雖然很多主人都沒有清澈 不過雄東林東立化的精神 我覺得有這樣的法則很好啊 然後就是像我們人也要穿衣服 所以就是在外面的話看到一些狗狗 就是在發抖啊 所以也需要一些保暖的措施這樣 這樣對他們感覺也比較好 東北處近一部提前主人 市民上有很多挑目的三堂竿 不只保暖牽起來也很可愛 都連雖然適當的回修事情 自己來製造也很好 讓鳥犬可以溫暖度過寒冬 例如比較小隻或短毛的通常會比較怕冷 就是可能需要一些衣物的保暖 對阿如果是像有一些長毛的狗 牠可能本身就比較不怕冷的話 就你可以簡單給牠遮蔽就好 不過主要就是要常常觀察自己的寵物 有沒有例如發抖啊 還是就是縮在角落 就是出現一些牠感覺不太舒服的狀態這樣 當然一般的挑目主人 吃狗的跟牠子一樣 所以東北處也歡迎 該人家的民眾 可以來動物自家愛心領用 讓這隻流浪動物 在韓流來西 也有一個溫暖的處 大家先問問問 和喬芳 蔡宏波的 雖然新冠危險 已經緊張和尚未過年 所以中央加強風野觀光 將風野路關和國家檢驗 對過去一人自協改善一人自乎 對處台南市民進董事議員 連下調去記者會 反而我們的風野路關感是有夠 要求市府相關單位 趕緊提出相關配合 現階段台南市的風野路關 總共有五百十九斤半斤 但議員蔡社會 立正在民眾中 表示越高的民眾 過年在回來 確定沒有風野路關 擔心越接近農力純粹 到時台南市的風野路關 縮量強勁也不夠 對處議會民進董團 向後壓制市府相關單位 照開記者會 希望市府可以提醒服務的量能 未來我們是不是針對這個聯繫的系統 可以整合或者是發展出一個 新的網路的一個系統 讓在國外我們的國人 在聯繫的窗口上面更加便利 第二個呢 在防疫旅館的部分 現在也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機票很難購買是沒錯 但是當他確定購買到機票的時候 他卻要開始來擔心 他回來到底有沒有防禦旅館住 目前防疫它的規定的升級下 由一人一室提高到這個一人一戶 那就和很多過去台南 比方說以台南為例 傳統的這個靠天房子 甚至住公務的 他都沒有辦法達到相關的一個需求 所以他面臨到 未來在下個月的訪香草來臨之下 那我們會面臨到防疫旅館 相當嚴重的一個不足的情況 防疫旅館的需求 現在已經是不夠 好像已經不夠 那我們又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台南是雖然說觀光旅館很多 我們也存在非常多的民宿 可是民宿他貼近住宅區 所以很多的居住在該個區域的這個居民 他不願意他身邊是一個防疫旅館 這又是我們觀禮局運到一個第二個問題 我們的民宿的量其實是很多的 但是大部分他們不願意來做防疫旅館 因為他們太貼近人民居住的生活環境 他們很怕造成爆發這個社區感染 對處市府觀光旅館跟衛生局回應 目前市府占對五十斤以上的飯店抵制來努力 目前有四五斤抵制完以來加立 預計增加一百斤半斤 至於民眾順問有關防疫的問題 衛生局也有開放服務的專線 經過這三天的努力 我們其實有把五十斤 五十斤半斤的這個旅館 代表自己去 來討論 看我們踴躍加入不 那剛剛我們議員先進也給我們指證說 這個攻擊一定要趕快追上 那所以我們經過這三天的努力 大概已經有 往前要進了大概有 一百 大概有四到五間的這個 這個旅館要加入 大概已經努力了一百房左右 那個專線的話是2880 180的話 它是24小時服務 但是剛剛我們的邱大哥有講說 這個電話很難打 那在這邊我們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雖然是專線只有2880 180的話 它總共是有四線 那四線如果是滿線的時候的話 我們後面是疾管科全部的那個同仁 大概有十五個人 大概就是有二十支 二十支電話是會自己挑號 我們會去接的 因為中央已經支援中心 要升級關控 外國籍目前尖閩立境以外 本國籍會對一月十五期 回到台灣剛才要提供陰性的證明 並且加強升級辦的居家檢疫 全補進入風域路關 甚至一集中來檢疫 以過去居家檢疫 一人一斤半斤 也提醒到一人一方 日常需要來簽設計 台南新聞人跟彩虹報道 為了提供光環核心 加油打氣 市場適合特別整容 台省古中 關心這群 正在參與超越大人客廳核心 學生認真在做藤山拼 所有出來拼 不僅是食材豐富 也很漂亮 這群人都是參加學校 超越大人客廳的學生 學校透過整個各種都圓的客廳 來幫助他們適應在學校的學習環境 自然用力在在團體當中 這個課程是大成國中的中介裡面的超越達人課程 那主要是讓學生抽離出來原本的班級 然後由外聘的老師教他們一些記憶方面的課程 那像他們今天做的就是糖霜製作 那糖霜製作的課程可以訓練他們的專注力 跟他們的美感 那其實這一課程是學生非常喜歡的 那也透過這個課程 教導他們人際的相處跟互助的部分 市長恩偉鐵也特別來到大成國中 關心這些學生 既帶來鄉親愛多多運動 隨時修正自己的行為 以及主動作法關心別人的生命禮物 來送給他們 也希望可以享受老師和家長的愛 讓學生可以好好接受學校的教育 同學來自四面八方 然後每個人的學習進展都不一樣 我們更要觀察 除了肯定非常學習成就不錯了 但是對於很多一般的同學 我們也會加強去關心 我覺得其實畢竟有教無類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對於老師 來自老師跟家長對於學生的 加倍付出跟關懷 可以讓學生將來有更好的發展 其實每一位學生 都有無可反應的戰鬥 學校跟家長也不會放棄聯合一個小孩 大成國中透過不同的庫定 計畫學生學習的意願 讓每一位小孩都給基本的學力 和競爭的學力 台南新聞張索偉 蔡鳳報道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的新聞現場 說到台南你想到什麼呢 是美食 古蹟 還是豐富的人文景深呢 請跟著我們的腳步 欣賞百工百業專家 越南多樣的人文風采 一同開闢閱讀新飛葉 進行鎖定每晚八點半第三公用頻道 現在熟食料理剛才好吃 加上還有環保健康的概念 所以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 在處理所 特別觀點龍烈過年之前 推出二十年菜組合 希望在地實在 跟下土地賽合唱 給家廚的朋友也都會介意 長春健康素食 進行鎖定二十年菜組合 今年有開圓年菜 以及競做食材兩種組合 其中在開圓年菜當中 有一堂合作滿幅植物肉的菜肴 所輸用的植物肉 都是由台灣製作 不但健康安全和保障 而且加上路肌菜的好手藝 竟然是大大的秘密 受到不就美食家的推薦 這個素食肉吃起來那個口感 我覺得跟我們這個昏仁的肉 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尤其它這個醬汁搭配起來 那味道更是特別 所以吃起來有點像昏的 可是吃健康吃素食 它這個吃起來很清爽 就是沒有像肉那樣的油膩 而且有感覺到吃到纖維的感覺 感覺很健康 為了讓喜歡吃素的人也方便 那家裡面還有一些親朋好友 他是吃昏的嘛 所以我們也是做了現在最夯的 植物肉 它植物肉就是說未來肉 它是植物性蛋白質 然後我們搭配我們的羅曼蝦松 還有我們的麵皮 我們做的口味是江浙菜的口味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我們今年剛得到 台南市伴手禮獎的XO醬 我們用XO醬來炒猴頭菇 這個吃素的人每一年的年菜 一定要有猴頭菇 我們用我們得獎的XO醬來拌炒猴頭菇 另外素食料理當中 人家吃官的猴頭菇 長春素食也推出XO猴頭菇料理 要來給消費者吃好吃 猴頭菇對於吃素的人來說是一個 它是很有豐富的礦物質與維生素 然後是對於素食者就是 就是攝取營養來源之一很重要的 然後它還搭配我們就是 我們自製老師傅自製的XO醬 它是下去拌炒 所以它會有那種XO的香氣 除了澎湃開運年菜 無視客修家庭的競爭客菜 消費者在2月8號進場 只要到長春素食10間分點5點 還有優惠接口 過年吃鮮大魚大肉朋友 長春素食年菜組合 也是一個健康的好選擇 吃健康的好主題 臺灣新聞張索維 蔡鳳伯德 好 謝謝 就贏者新年一年 台湾市中頂學校聯合運動會 五合上五個版新大開幕燈內 為中市場不用的選手 正出最好選擇的準後挑戰 因此表現優惠選手 總代表台湾市參加今年的全中文 這一部替台南正出公演 在新城國小小朋友 立正的啦啦隊表演之下 為這間的開幕燈內才開數目 新的一年雖然剛才開始 但台湾市中頂學校聯合運動會 在五合也勝大來開始 這間由到台南37區 國學校的代表隊 就要在新年運動中頂著地 正行14行的運動比賽 市場委員也請主出席主持開幕燈內 鼓勵選手要好好表現 正出最好的選擇 今天非常非常高興 在110年的1月5日 開春的時候就能迎接我們 台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我想台南市中等學校的運動員 事實上過去都有很好的表現 在去年屏東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裡面得到的獎牌數更是創新高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競爭是不盡責退 如果就像學習一樣 如如逆水行舟 如果我們不更加努力 成果就會被別人超越 所以呢我們將來 台南市政府也會投注更多的資源 來培育更多優秀的選手 不僅是拔尖的選手 也對於一般的運動選手 我們也會加以鼓勵 當然中等學校運動會 結果的成績會有關 學生升學 但是升學不是唯一的目的 我們希望達到強健體魄 而且培養團隊默契的精神 運動家的精神 這點我們也會強調 所以呢熱切熱烈熱心熱誠的歡迎 我們台南市這個全中運的舉辦 也希望說大家一起來 能夠給選手鼓勵 這次比賽表現優秀的選手 也將會代表台南來參加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對處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賽事 體育廚也邀請其名朋友 來為這些選手加油打氣 期待他們可以為台南來參加 但是問我不會再說不得 安平已經過世了 對一百萬年開始推動 幫求綠球相關的運動 現在學校的小棒隊也正是成功 因為台南市的13個小棒隊 日前生理台會當中 祈祝親主出席集齊 感謝學校贊助起業 和學校努力 這幾年這期在後來推動 幫求和綠球運動的議在國社 現在主動選擇幫求隊 日前幾番選擇的選擇 電力 會中學長也感謝贊助的企業 和體育學會的支持 市長委員會也請出席 好方也上上代表市長的求生 市長也期待 社民友可以用幫求 衝心的生活 當時也希望透過 議在幫求隊的選擇 讓三幾棒球可以帶動 整個星期的棒球風氣 我們來參加一載國小棒球隊 成立 這是全台南市 第13支國小棒球隊 台南市也算是 也是棒球 很多球星的故鄉 那我們希望說 三級棒球 當然要從小扎根開始 我們很感謝 熱心的家長的支持鼓勵 還有企業的贊助支持 新復發 我們陳執行長也非常支持 所以說 讓一載國小 這一支最新的棒球隊 能夠得以順利成立 我們非常感謝各界的支持 希望說 為三級棒球砸下更深厚的根 能夠開支善業 茁壯發展 台南的棒球運動 我們一載國小消防隊 其實是自發性的一個成立 其實 當然 學校有一群喜歡打球的孩子 那三年前 我和我們的總教練 我們林耿志主任 來到一載 那我們也去 我們從中也發現 其實孩子的潛力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從踢蹦 或是樂樂棒球 還有我們成立女壘隊 去發掘這塊的孩子的一些潛力 那我們生事熟慮之後 我們希望說 期待能夠為台南市的一個棒球運動 來奠定這個三級棒球的一個基礎 我們知道這一個成立 其實確實是 後續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們有夢 我們希望能夠為孩子 打造一個舞台 所以這就是我們成立這個 小棒隊的一個最大的初心 希望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目標 來為我們台南市 尤其是在棒球這塊的人才 來做一個奠定跟培訓 目前球隊有四十位的生員 好好拍拍傳統小棒隊 一直體育班經營的模式 球員都分散在普通班 利用學科也才是教你來練習 結果學校跟球技 都是強調平衡第一 優先建立選手的這頂竿 也有竿跟運動家的精神 但新聞故意猜訪不得 接下來關心上色的天氣變化 晚上坐下風有時好天的天氣 溫度十五度到二十一度 買得好 海邊邊均風烈 落地到七度 最大準風高級 感謝收看一位五位中家台南電影新聞 我們再會 結果 sab到媽媽 最大準風高級 來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